小满要到了 小满的英语是Green Buzz 它是中国传统24个节气 The 24th Traditional Chinese Solar Terms当中的第8个节气 这个节气的得名呢 来自于农作物的颗粒开始变得饱满 但并未完全成熟 只有小满的含义 因此呢 它的英文就是Green Buzz 这里的Green指的就是古物 Buzz指的就是植物的芽 指的是农作物开始饱满的状态 而说到小满 还有哪些气候特征呢 一般来说 小满时节会开始大幅度的降水 部分地区还会伴随着高温和潮湿 那么高温和潮湿的英文表达就是 High Temperatures and Humidity 那小满时节 人们的饮食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正由于降水量的增加 正好是吃鱼吃虾的好时候 也是渔民丰收的季节 这个时候用英文来表达 我们可以说 As the rainfall increases It is a good time to eat fish and shrimp 除此之外啊 小满还是一个吃桑胜的季节 那么桑胜的英语叫做 Mulberry 另外呢 人们在小满的时候还会吃苦菜 So Thistle 它是一种可以食用的野菜 因为夏季来临 可以吃一些苦菜 缓解上火 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那么清热解毒的英语呢 我们可以说成 Clearing Heat and Removing Toxicity 你都学会了吗 学会了 别忘了帮老师点亮一颗小恒星哦 搜索快手节气火起来 查看更多有趣有料的短视频 Clearing Heat and Removing Toxicity